好 我想其实我蛮认同 刚刚婷婷有说的 这个谢社长的一个看法 尤其是我们其实上周 我就跟大家报告过 像友达群创彩晶 他们其实第一季的活力 真的很亮眼 那么尤其在彩晶 我上个星期跟大家报告 是说我说 他这个从30块一路跌回来 而且他去年就已经有赚钱了 那他当然位阶相对是最低的 而且他股价上个星期 率先占上了月线 那今天继续空 现在所住的涨停板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早上的2409的 友达跟三四八页群众 也被他带上去 而他们两张股票 也是才刚刚站上季险 所以有没有很类似 像今年年初的航运股 我认为真的很像 而且他们的营收 都还是维持在高档 获利不坠 现在市场上担忧的是 包括说上游的驱动IC 可能这边价格有松动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当你发现面板的上游 它的一个领主件 有一些已经怎么样 它会松动代表什么 它的供给已经可以怎么样 可以符合现在市场需求了 那面板它本来就是 怎么样 那个是 那个需求大于供给 它本来就是出不了货 那现在上游的驱动IC 可以缓解的话 那当然对下游的面板 是好事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三档的面板 几乎都快要攻到涨停板 友达也攻到涨停板 那彩晶也攻到涨停板 不过彩晶刚刚涨停板打开了 是 对 那当然转线上市场 还是会怎么样 逢高会做获利调节 但是你低档位阶布局的话 相对就是有机会 所以我说 当它供到涨停板 你要不要一定要去追 不要 你如果说像我上个星期 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你去做布局的一个概念 当然都会有机会 那我看到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当然要跟大家报告 这些个股是 上个星期 已经跟大家讲过的 那我觉得 大家要去找相对位阶 而且题材又多的 好 我其实在这里面 我还是维持 我跟大家报告 一档股票 如果你是在相对最低点的 相对很低的位置 它要准备起转的位置 去做布局 那是最好 而如果它又具备有多重题材 然后EPS表现又好的 我觉得这个就会有机会 那我看到今天的面板都大涨 那我一定会跟大家讲 今天涨停板 你不要去追 你也不要去做什么 那个涨停板 那个赶死队 不要做那个事情 你可以发现 它相关的一个零组件 其实都在涨 那我在看到 今天盘面上很多股票 在网上供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定的逻辑 也就是 它有它各自的题材 好 面板其实现在 还是一样缺货的概念 它还是需要 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那这个是你要先拿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 你看到今天 其实电动装相关的概念 有两档股票 供到涨停 2457的飞红 3003的剑核心 那其实它也告诉你 电动车相关的概念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趋势题材 好 那PCB上游的一个 的一个零组件 富桥 也今天供到涨停板 所以材料相关的概念 也会很好 所以今天看到 这个整个新台币 又在创新高 那你如果把所有的股票 你结合起来 找一个共同都有利多题材 而它的价格又相对偏低 到今天还没 今天还没开始大涨的 那是不是几乎会更好 所以我帮大家 综合了这样的一个个股 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同时有面板上游材料 它又有新台币的一个 收费土地资产的题材 它又有电动车题材 而且它也是特斯拉的供应链 那又有所谓的一个 北台湾大地主的一个身份 而且今年的第一季的 营收获利的毛利率 是创历史新高 前四个月营收还成长38% 连续12年配息 这家代号1409的新鲜 我觉得投资源 我现在马上可以开始做留意 尤其是我刚刚所说到的 你操作个股的同时 你一定要先采用一个布局 在相对位阶低的 那今天都供到涨停 当然这些我都不建议大家 去做追加 大家知道我的习惯 但我们看到今天相关的题材 都在往上轮流的反弹 创高的同时 我们去找集合 这么多优势的个股来 去做布局 我觉得就会有机会 那首先来跟大家来讲 面板上游的一个材料 新鲜它有什么 面板的一个上游 乒光等的PET的耗材 这个是它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供应商 在国内唯一有能力供应的 过去大家都是买日本进口 但现在国内有新鲜 好 再来它也有TAC 光学膜的一个技术 这也是国内唯一 好 这是面板的题材 再来看充电桩相关概念 充电桩的充电头 现在的所谓的 工程塑胶颗粒 这个是新鲜的一个强项 而这个已经打入到了谁 打入到了特斯拉 所以它也是MIH的一个供应链 我们就看到 它又有充电桩的概念 再来就是 今天新台币又创历史新高 24年的新高 好 它又是北台湾的大地主 又有14.5万坪的土地 所以这些的题材加起来 再去看它第一季的营收 好 大家先去看 它第一季的一个累计营收 到4月份是平均 是比去年重新成长38% 好 那重点是 毛利利又创了历史新高 而它去年是赚多少钱 1.79元 那你看它现阶段 有这么多的题材 再加上 大家要担心 如果说有担心疫情的话 它又有什么 防护面罩 最近应该很多 很多的一个 投资朋友 或者是有在上班的投资朋友 你再发现你到了公司去 大家都会带一个 很像面罩的东西 这个都是防务的一个题材 那我觉得它营收在这边 不管有众多的题材 反而是在这里面 股价还没大涨之前 投资朋友可以去留意 是不是一样有机会受贿 那毕竟 操作股票的一个重点 还是你要去提前 在低档布局卡位 而不是每次看到涨厌板 那去做追加 那样子风险都会比较高 好 丰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 原物料族群在五盘 出现了风云变色 我们看到 刚刚台北股市的万七关卡 有点得而复失 其实坦白讲 台北股市快速的要冲关万七 短线上除了面对 整数关卡的压力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在5月11号 这个17137的一个位置 看起来是不是还是要尊重一下 所以短线强谈了1900点了 今天要上工 可能还是稍微遇到压力 会出现一波的获利了结 会是尖大盘快速收敛 涨势的原因吗 那因为今天在盘中看起来 长多的原物料族群 成为是领先转弱的标的 我们帮大家扫一下 刚拖累大盘 快速短短时间 急错超过白点 而有开高走低翻黑的 极当指标股 有云城 温海 吉胜 阳明 宝城 华航 四位航 一航 长榮航 荣誉 所以包含了像是运输类股 还有相关的容量族群 目前看到明显的出现了 开高走低纲盘中 已经先行做翻黑 代表或许是很多的获利了结 慢压已经先在盘命当中 大盘功过万切的时候 快速的涌出 所以回过头来 风宏院明天开始进入到了6月份 讲多的你一项告诉大家不要追 那6月份呢 今天大家在预判的是 6月行情会怎么走 会走一个涨股不涨市 这样子一个格局吗 如果说陆陆续续很多的一些 5月营收都将公布出来 电子族群里 IC设计到底会不会是火种 好 我有很简短的时间 跟大家报告我针对6月份的行情 我认为6月份指数 它应该是呈现一个区间的整理 那整理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但是个别股票往上轮流反弹的力道会很强 尤其在IC设计 因为IC设计你可以看到 6415的CDKY真的太强太强 它这一波又在创了历史新高 称为股王 它已经超过大力光快要700块 那我看到整个IC设计在往上走的同时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们前两个信就跟大家在报告 相关的个股里面 位阶最低的是金豪科 然后还可以看到3035的志源 4961的一个天宇 但它谈上来之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指数在公共的时候 他们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 因为它来到了前一段段的压力区 那同样的大盘指数 今天也来到压力区 那我们要去找 既然ICG这一波段里面 涨势最强的 我们去找位阶相对还在比较低的 而它题材性又还很好的 像今天我看到899的群联 它有利多的题材出现 但它股价其实还在月薪跟季线之间 那我只想来看 因为投信的筹码松动 但外资还在继续布局 但价格毕竟比较高 那小群联支撑的是谁 是6485的点序 它股价也在月薪跟季线之间 那今天一度要沾上季线 那我仔细一看 对 投信这边并没有太多的买盘 外资最近也在进行一个卖出 可是它的股价已经悄悄来到季线 就表示有特定的资金在吸收筹码 那我仔细去看它的四月 单月EPS表现也不错 那这股价在今年应该是呈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那么从过去我们在操作 相关的IC设计的时候 我发现相对比较小型的个股 它攻击的力道会比大型来得强 而有大型股的一个保护 小型股的一个走势 会更为凶猛 而它现在也才刚刚在季线附近 相对于大盘已经涨到季线之上 要挑战万七 位阶比较低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逻辑 去做一个思考 毕竟这一波段 相关的一个记忆体的IC设计里面 挡幅最凶最快的应该是 3.06的金豪科 可是它从97块钱 90块7涨到这里138 涨了将近40块 那6485的点续的话 这一波最低是来到了81.7 新阶段涨幅相对是比较 还相对来落后于金豪科 而且战上际线 可能会有另外一段的攻击 反而我觉得投资品 有在操作的一个布局上面 新玉藻 股北相对小 位阶相对比较低 而它的爆发力又强的个股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 新阶段的一个不长势的一个逻辑 对于